今天不上课,带你来动物园看一下 还真是大发慈悲,竟然说要带我来动物园参观 那是肯定了,我这是在培养我们之间的师生感情 那太好了,请问我可以玩游戏吗老师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来小亮给他整个活儿,黑手 我害怕了老师,我们还是赶快参观动物园吧 老老实实听我话就对了,敢不听我话 小心,我把你去喂喂鱼 我听话,我特别听话,我才不想被鳄鱼来个死亡翻滚 那你老实听话,别玩游戏就对了 诶,等等,这里为什么要养这么多鸡 老师,你是不是在黑我们家哥哥 你是不是想找茬,想死就直说 我现在就可以把你去喂鱼 你往墙边靠一靠,我想让你跟鳄鱼来个合照 对,就是这里站好,别动 卧槽,这什么情况 他直接被鳄鱼一个死亡翻滚带走了 我打开我的秘密基地先躲进去 基地就在这下面 为此我还设置了多重机关 老师一时半会儿是不会抓到我的 我躲到这先完会我的世界吧 臭鱼,我是不是给你脸给多了 现在他小子把我惹毛了 必须抓起来,好好揍一顿 这里怎么有个大洞 我猜,应该是臭华威的秘密基地 做好战斗准备 因为里面可能有陷阱 这么多门,我得找到什么时候啊 而且这里肯定有陷阱 不用猜我就知道 不找了全都是陷阱 还找什么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从这跑了 赶快追 真是太卑鄙了 我怕有陷阱 就不冲过去了 不过,我这是被传送到哪了 臭凋零,谁怕谁啊 这个仇,我今天必须报 不管它是跑到天涯,还是海角 找到你了 原来你在这后面 别打了别打了哥 别打了别打了 我没血了 别打了 老师还是隔屁了 他肯定以为我往这边的密室跑了 其实我又回来了 这个就叫反其道而行之 其实这才是我真正的密道 拆掉压力板就真的瞒天过海了 以防万一 最好把这里的路堵死 即使他发现也有一道岩浆门 最后送个小惊喜 老师就会隔屁 先从这里的下水道跑了 自己一个人在密室里待着吧 我回家玩电脑去了 太可恶了 每次一个不小心 就掉陷阱了 不过他现在应该还没跑远 还想用两台垃圾电脑堵我 好一个抛砖影域 这小子肯定背着我偷偷学村子兵法了 是不是又把机关藏起来了 我挨个试试看 啊 果然找到密道了 他还用一道岩浆墙封上了路 不过对于我来说 只是水了两秒视频 这里也太高了吧 他为什么每次都把教室建到这么稀奇古怪的地方 神经病吧老师 嘿 所有人把我教直接 臭华威今天上课又迟到 你是不是三天不打上房接瓦啊 今天来的时候我去扶老奶奶过马路了 哦 对不起我 真该死 我这肚子怎么疼起来了 那你快上厕所 我替你上课 你还怪好心嘞 那我就安心上厕所 连门都不关他 真恶心 让我也试试老师的跳舞台 你挑人抢我要 所有人玩我交直接 老师怎么这么久都没上完厕所 我去你怎么在吃巴巴 同学们老师吃屎了 现在赶快跑 下面有水接着我 安全了 同学们 别听他瞎说 小子知道了我的秘密已经跑了 刚刚就是从这里跳下去的 前面的演讲台下面的门是我设好的陷阱 真正的我已经坐到秘密基地里了 他奶奶的 成功降落了 刚刚没有失误 不出意外的话 这些门应该有密室入口 他一定是躲到其中去了 这些门当中一定有的是陷阱 你好 我是李云楼 喂 就知道肯定有些是陷阱 打开这扇门看看 这里什么都没 但是这方块的触感不太对 太残暴了 打开这第三扇门 看一下 你好 我是李云楼 喂 只剩这最后一扇了 应该不会是陷阱 有个按钮在这儿按下看看 果然是密室 等等脚下白地毯 不会是陷阱吧 这次我可不会再上了你的当 你竟然给同学们说 我吃屎 吃岩浆吧 你岩浆更好 我现在要走了 还好我机制 在这密室还设下了陷阱 真正的出口只有这里 再送个小惊喜给他 这下我就可以走了 这里还有我养的鸡 这些是我最喜欢的生物 希望老师不要伤害他们 出来了 到外面找个地方玩游戏 这里不错 打开我的世界吧 三选一是吧 那我就选最左边的 臭小子 我来了 嗨你 来了 鬼 这咋还有满极僵尸呢 现在只有这两个门了 全都打开看一下 这有密道 这下总算把机关给拆了 等一下 这里为什么这么多 我们家哥哥 不用猜 我就知道他想推我们家哥哥 现在他最佳一等了 这有梯子 可以爬出去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跑学校外面了 果然啊 你完了 小子 老师你别动 动了陷阱可就不灵了 成功了 我要把老师吃屎这件事告诉我吗 被我逮到了吧 把电脑给我交出来 不就是台电脑吗 送给你了 老师 你 这样 我看你还怎么玩 先走一步了 再见 嗚嗚嗚 我的电脑 老师 你也太残忍了 不过还好 这商场里有一个游戏厅 玩不了电脑 我就玩街机 看啊 这里的人好多 去找一台空的机器玩 这台不错 打开玩玩 真没劲 还是换台吧 这台看着不错 就玩它了 没了电脑 我看它还能玩啥 哈哈 这游戏还挺好玩的 不过打人机也太没意思了 正好老师来了 你小子不玩电脑就跑来打街机 是不是 给我让开 让我也玩一会 不如我们单挑吧 行啊 看我不给你屎打出来 K 你小子是不是开外挂了 哈哈 你说了 还是那句话 菜就多练 赶快跑吧 老师等一下肯定要找我试了 还好 我在这大楼里设下了机关陷阱 先去最顶层躲起来 就在前面这有个办公室 躲到这儿 他不会发现我的 从我的四次元口袋拿出电脑玩一玩 有人看到他小子坐电梯了 我知道 他一定是去最顶层了 因为那是他最喜欢待的地方 从这出去看看 这里好像是个没人的办公间 四处转转 看看他在哪 前面就有个办公室 开门进去瞅一眼 找到你了 原来你在这里 你小子刚刚什么意思 什么叫菜就多练 是不是几天不打你上房接瓦了 菜就多练 看吧 连几个骷髅小兵都打不过 这架方块能穿过去 这些厕所都是我设好的陷阱 中计了可就不好出来了 洗手池正有个出口 过来把这机关给激活一下 他下来一不小心就会掉进里面 最后再送他个飞天小惊喜 好了 在附近找个地方先玩游戏吧 他太可恶了 今天 我一定要抓住他 揍一顿 哎 这方块触感不对劲啊 不会是假方块吧 果然穿过来了 打开这个看看 哦呦 竟然有个下去的入口 先不去可能有陷阱 先看看这两间厕所 你好 我是李 这满级僵尸 能一拳把我打死 就去这个厕所下面 开门出去看一下 这又把我传送到什么地方了 凉零 你完了 太残暴了 去外面看看 就有一个洗手池 开门进去 蹭一下话 老师活了 发现我了 他要来了 哦 看来他要来了 拜拜了 老师 我先走一步了 还不知道老师什么时候回来呢 没有回来之前 我就在这好好玩游戏吧 我终于回来了 今天 不把这小子抓起来 我是不罢休 不过 不知道他跑哪了 先去楼底下玩会游戏机 什么动静 原来是老师来抓我了 你小子挺牛啊 还敢继续回来玩游戏 是不是皮 又痒痒了 等一下好像不对 看来这游戏机是玩不成了 36G走为上侧 箭头指向这里有假方块 老师可别掉进去了 这还有两个隐藏的陷阱 我真正要去的地方是这里 直接穿过广告牌 这是国际机场大厅 不过我不打算坐飞机 爬到二楼那里比较安全 在附近找个地方玩会我的世界 我只是想跟他一起玩游戏 他竟然直接暗算我 那我不可能饶了他 追出去 下次一定要小心 出来了 他很喜欢把密道藏起来 看 随便一按 就发现了 刚刚不算 按下这按钮试试看 这里才是真正的密室 可恶 这小子是吓得陷阱太多了 感觉我吓一秒 走着走着 可能就会隔屁 先来这国际机场看一下吧 他不会坐飞机走了吧 诶 这上面好像能上去 那我爬上去看看他在不在 上来了 小子你果然在这里 我找你找的可是很辛苦的 又想来这招 真以为我还会上同样的当啊 这次你无路可逃了吧 你以为我只有一个陷阱吗 他还是太天真了 现在我得赶紧先走了 这附近还有个男厕所 从这话中间穿过去 我在这男厕所里还设下了陷阱 我就先从这男厕出去了 因为躲男厕容易被发现 所以我选择躲到女厕所 那样就不会轻易被发现了 到了在这先玩我的世界吧 可恶的小子 真是把我坑惨了 这里有个男厕 不过门上锁了 肯定还有别的进去的方法 刚才看见一幅画 应该能从这穿过去 果然啊 看看小子在哪间躲着呢 这间不会也有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 下次我可不会再上当了 看来他不在男厕所 先挖出去吧 你好 我是李云龙 不管这僵尸 看看这扇门 我想起来 昨天我开门触发陷阱的场景了 怕他又故技重施 这次我必须再想另外一种方法 直接从脚底下挖过去得了 卧槽 原来我被耍了 真是气死我了 他总该不会去躲到女厕所吧 还真有这个可能 对不起对不起 我开错门了 真是太抱歉了 来看看这一间 卧槽 对不起 又开错门了 对不起 我进错了 不对啊 这不就是你小子吗 哈哈 他隔屁了 我要走了 卧槽不小心给电脑浇上水了 赶紧看看电脑还能不能用 完了 这电脑不能要了 看来今天只能去网吧了 前面这就是一家黑网吧 不过网管怎么不在 华威你不上课又偷偷跑来上网 不怕被老师给逮住吗 我怎么可能会怕老师呢 好 你现在去找台机器开吧 老师要是来这儿找你了 我就告诉你 好 老王 你真是我的好兄弟 现在去找台机器上网 这里还是一如既往的爆满 旁边这倒是看着安静多了 就在这玩吧 突然想上厕所了 真是麻烦 你 你好呀小华威 哥这玩游戏呢 曹 我说他今天怎么不来上课 原来在网吧里埋伏我呢 得赶紧跑路了 老王老师就在这附近 你千万别说我跑哪了 我先走一步了 从这电梯上二楼 上来了 老师暂时应该不会找到我这 偷偷玩会儿我的世界 老王 看见他小子了吗 没看见啊 最好老师给我交代 真的没看见啊老师 喜欢装 喜欢不说实话 必须亲自出马 把这小子抓回去 他不在这 估计是坐电梯上楼了 卧槽 有爬行者 幸好 我带了个盾牌 仔细看看这二楼 看看他再不在 这边 好像什么也没 雷 里面有个箱子 过去打开看看 这是什么意思 卧槽吓死我了 原来是个哑蛋 是不是躲厕所里了 打开这间厕所看看 太可恶了 我一定要抓到他 这里显然啥也没有 那再看看旁边这间 好像是个逃生出口 那赶紧追 必须抓住他 我真的是服了 回来再看中间这间 有椅子 显然能上去 等等 这是 我要崩溃了 因为这里到处都是陷阱 这有展示框 把史蒂夫的头 放上去看看 说不定 就能触发机关了 怎么什么也没发生啊 我就不信了 卧槽 这次又是什么 没想到 又是陷阱 我只能再去别的地方 找他了 对了 刚上二楼 那有个书架后面 可以看看 找到你了 原来你哥这玩游戏呢 我没有玩啊 老师你看错了 喜欢装 是不是别给我装 好吧 我就玩了 你能拿我怎么样 有本事抓我啊 笨蛋 赶紧跑路吧 从这里爬梯子上去 我知道老师还会追过来 所以我这里还有陷阱 直接从这跳下去了 他不会想到 我在下面玩游戏的 打开我的世界玩会 发现个梯子 肯定是从这跑的 刚刚用陷阱坑我这是 我还没找他算账 卧槽 看到前面就好像有路 老师应该要来了 他来了 我已经看到他了 终于找到你了 这次 我看你往哪跑 拿命来吧 臭小子 卧槽 这是什么情况 隔屁了吧 老师 我走了 看他下次还敢不敢埋伏我 收到通知 老师又在地狱班里上课 而且又把学校建在这么危险的岩浆上面 这下我跑都不好跑 我去老师今天竟然没来上课 太好了 可以玩游戏了 听见小子来了 哎哟 果然在这玩游戏呢 就知道他会趁我不在偷偷玩 真是个脚屎棍 臭小子 原来老师你早就来了 这下你玩电脑 被我逮个中着了吧 我看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 那我就不说了 我这下又闯祸了 不过我设下了假逃生出口 老师肯定会上当的 同学们替我保守住秘密 我先走一步了 今天我就不回主世界了 我要躲到莫的去 就在前面有个莫的传送门 进来找个地方先玩会我的世界吧 刚才还没玩两分半呢 好的同学们 我知道了他小子的诡计 我才不会上当 走他的逃生出口 过来了 同学们说 就看到他在这消失了 但这有俩传送门 我猜他躲到莫的去了 来了 老师还不知道 我已经在这等候多时了 你果然在这里躲着 掉下去了吧 我先走了 在这继续玩我的世界 我又来了 老师 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啊 让你看看我的厉害 卧槽 怎么回事 太厉害了 连苦力怕都打不过 快去我的秘密基地里 老师三番两次来打扰我 害得我都不能好好玩游戏了 他太过分了 三番两次设下陷阱 害我 前面那里有光 估计下面就是他的密室 这么轻易就被我找到了 你这个脚屎棍 害得我可又没上城 老师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是想说你是纳驼屎楼 他隔屁了 我要走了 这友善活塞门是秘密基地的出口 那么他肯定以为这里是陷阱 其实这是通往我秘密基地的地方 老师是绝对不会发现的 就算发现了这里还有个陷阱 我藏到这里 他肯定不会找到我 就在这先玩会我的世界吧 找个角落去玩 刚才 他小子竟然把我比作 真是不可饶恕 今天必须拿捏他 看了半天 只有这一个活塞门 还想设下陷阱坑我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怎么可能会被这种小陷阱坑 哇 前面有好多的钻石啊 这下全都是我的了 我试试看 在不在岩浆这里 最下面果然有暗道 我再看看前面这 吓死我了 这个果然是陷阱 这有个靶子 倒是可以设计一下 看看 大夏天的老师 终于舍得让我们在海边上课了 不过他自己没来 肯定躲到家里吹空调了 但我觉得他肯定会像昨天一样 突然冒出来 所以今天我不玩电脑了 这小子今天竟然没玩游戏 真是让我感到欣慰啊 果然被我猜到了 同学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只要你们把作业写了 你们就可以到沙滩上玩 太好了老师 我也要玩 你跟他们不一样 你比较特殊 我特殊 难道我的待遇更好 那是当然了 你写完了就去海里 陪巨尺杀完 老师 你这就是在故意针对我 既然这样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你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这下你也知道了吧 现在先走一步 等一下 作业不能给老师留了 直接扔海里 气死他 嘿嘿赶快跑了 以防万一 先把这地毯拆了 谨慎的老师 看到这边地毯没了 肯定以为那是密室 其实 那不过是我傻的小把戏 这里到尽头了 一定要跳车 不然就会跟着跑车 一起进陷阱里 现在先从这爬上去 这样他暂时 应该不会找到我 来上课之前 沙滩上有几块地毯 现在不见了 说明这有问题 我还是嘀咕他了 喂 我看到远处那边 有铁轨了 那不是他小子吗 哥那玩游戏 以为我看不见 是吧 赶快召唤出来 矿车追过去 车来了 上车赶快追 打我喂鲨鱼了 不说 作业还全都丢海里了 还好 我带盾牌了 我把我的梦想 就卖了三人 赶快从这里爬上去吧 我还有个礼物 要送给你 我马上就上来了 你就在这安息吧 我先走了 我还在前面 设下了很多路标 让老师以为我去那了 其实这是我的 吊虎离山之计 现在的我在这里 今天我就躲进南侧 他这次肯定又以为 我躲进女侧了 不过这空间有点小 好像放不下电脑 只好放外面了 跟我玩音的 是吧 今天必须狠狠地教训他 让他知道 我不是好惹的 我有盾 好一个双面夹击 就有四个箭头 都指着这个按钮 早知就按下这按钮了 卧槽 哪来这么多泰哥 游戏真好玩 诶 那是什么 哇 好可爱的史蒂夫啊 好想养一只啊 哟 怎么又有一个 不会还有吧 我去 这史蒂夫也太大了吧 当我的保镖 就不怕老师了 到时候他就是个屁 小子 你说啥呢 我刚刚啥也没说啊 你少给我装糊涂 既然被你发现了 那我也就不装了 老师 你死了这条心吧 我是不可能跟你回学校去的 你给我等着 我一定会讲你绳枝一把 他隔屁了 我现在要赶快跑了 没想到 我在家玩游戏 还能让他给发现了 赶快躲到游泳池里吧 这有我的秘密基地入口 他应该不会发现这里的在这玩会我的世界 小子跑了 这有个游泳池 按下这按钮 开启密室了 这里 应该就是他小子藏身的地方了 果然被我找到你了吧 掉下去了吧 大笨蛋 还想抓我 真是一响天开 隔屁了赶快走了 去前面把密道的门关一下 这样他暂时不会追来了 这里的卷帘门也要启动关一下 然后他就不会朝我这里跑了 在附近找个地方先玩我的世界 明显 他已经跑掉了 这上面的路被封了 看来是不能过 那只好再找别的出路 刚刚看这箭头指着这里 说明这里一定有问题 果然啊 不过这鸡严 看着像是有意摆放 说不定是陷阱 有按钮按下试试 果然开启了一间密室 卧槽 他也太阴了 还好我反应足够快 要不然 还真就被小子坑惨了 赶快追过去抓他小子吧 到了 这次我不会让他跑掉的 看来那边都是陷阱 把这拆了追出去 他要来了赶快跑吧 按下按钮开车走 到了 必须激活一下这里的机关 到时候他来了就会直接隔屁 现在我赶快去我的密室吧 就在前面的机关门里 这里要小心 因为脚下有陷阱 这必须得用弓箭射击靶子过去 不过靶子被我藏起来了 老师看不到 这里他肯定抓不到在这玩游戏吧 怕有陷阱所以从这挖了 这次没陷阱 赶快开车追 我还是跟着箭头走吧 这好像有个机关门 看来这次我走对了 卧槽有陷阱 不对 说不定他把密室藏在下面了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 看我今天必须拿接这小子 我去又想来这一招 你好 我是李云龙 天王老子来了也没用 我去没挡着 走过来了 爬着梯子上去 卧槽老师 你怎么来这么快 因为你的陷阱 没坑到我 别动事到如今 你觉得你跑得掉吗 已经在开会了 我今天来迟了 臭小子 还不赶快过来 今天开会很严肃的 老师 你真会开玩笑 你觉得我在跟你开玩笑吗 等会议结束 你少不了一顿收拾 好可怕啊 我都不敢说话了 不就是开会讲东西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小子 你别乱讲话 很严肃的 诶 卧槽 你想死 是不是 这个叫清华的老师怎么回事 扰乱纪律 立马给我滚出去 滚就滚 小子 你等着开玩会 来收拾吧 看我到时候不给你打的娃娃叫 哦哟 我好害怕 终于要讲完了 他小子马上就 看来老师不知道 有句话叫做先下手围墙 我去着火了 我赶紧跑吧 打开这机关 去我的秘密基地里 下来了 以防万一给老师整个惊喜 这样他来了 我也不怕 打开游戏玩会 刚才被人黑了 肯定是小子干的 可恶 你竟敢大闹会一天 这里像密室入口 毕竟他最喜欢藏这里 有个讲台 把书拿了试试看 开启了两个密道 他肯定躲到其中一个里面去了 下去看看 还好我有盾牌 没想到盾牌也不管用 那他只能是躲到这边的密道了 等等这牌子写的什么 那我直接冲 原来这有个按钮 这一定是他的密室 什么情况 你小子又给我设下陷阱了 他嘎了 赶快离开这里 顺便把这密道给堵上 按下左边的按钮 打开机关出去了 跟着箭头往上游 老师迟早会追上来 还好我在树上 做了一些假机关 迷惑他 他不会猜到我在这儿的 打开我的世界玩会吧 这里的路 显然被他小子封上了 看来只能把这里的路 破开了 哎呦 这小子还挺贴心 知道布置陷阱 果然两边都有 看来只能从下面挖了 卧槽 怎么回事 我怎么 看来只好把这堵上 继续挖了 终于过来了 打开前面的门 继续追 原来这里有个按钮 赶快从这出去吧 我看到这有箭头了 肯定是他摆的路标 赶快爬上去看看 那小子跑哪了 不对劲 这书上怎么这么多 看着像机关的东西 可能又是陷阱 我可不敢冒着生命危险尝试 这可怎么办啊 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要不今天就放他一马 你放我一马 我可没说要放你一马 哦 小子原来你在这儿呢 他要来了 赶快开车跑 他马上会来的 机关激活一下 看他那个傻样子 还不知道我已经设置下了机关 他来了 等一下看我折磨死他 你这是被我吓得不敢动了吗 我去 这是哪里啊 我怎么会在这 你跑不掉了 你的四周都是屏障 今天我就要替天行道好好折磨你一次 终于可以坐放学回家的公交车了 今天是无作业日 可以不用写作业 小子 你的东西忘拿了 别忘了回家继续写作业 卧槽 你完了 老师 我要报警 让警察把你抓起来 啊 什么意思 警察 我的老师今天竟然给我布置了作业 这就是他给我布置作业的证据 警察同志 难道我布置作业还有错了 当然啊 今天可是无作业日 所以你被逮捕了 不要啊 警察我不置作业 有什么错 不 难道我不置作业也有错了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下次再也不布置作业了 求你了 警察同志放我出去吧 好 不过你要去跟你的学生协商同意 什么 还要他同意我才能走 这也太离谱了吧 老师怎么出来了 刚刚不是被关了吗 臭小子 赶紧过来 让我过去当我傻 被他抓住了少不了一顿打 还是躲进我的秘密基地里安全一些 怎么跑那么快 话还没说完呢 这有尸体 估计是把秘刀葬在这儿了 他隔屁了 我还在这布下了天罗地网 他下次下来 绝对让他有来无回 秘密基地入口在这里 我就在这先玩会我的世界吧 我下来了 小子这次给我等着 开门看看 这里果然是陷阱 还好 我带了盾牌 旁边这几扇门 不会也是陷阱吧 奶奶的给我盾牌一拳打烂了 这有靶子设计一下看看 哦 机关在这里 看来他就在这下面 呦呦呦 看看是谁来了 卧槽 脚那么惨干什么 这里也是个陷阱 进去了就完了 这些门后都有僵尸 不过这次他们的伤害并不高 只要从中间这扇窗过来 我就安全了 老师根本不会猜到我走这边 哈哈 我先上外面找个安全的地方玩游戏了 我来了 这三扇门不会都是陷阱吧 你好 我是李人楼 看来应该都是陷阱了 那就看一下这台书架 把这书拆了看看 开启了一间密室 说明它藏在这里了 嘿嘿 这次 刚才没注意脚下 哇 有个大钻石 这也有个大钻石 把这钻石挖了 卧槽上当了 这小子还真是够阴险的 这下没事了 把这钻石也挖了 气死我了 先拿你们两只小僵尸出气 等一下 这还有一扇门 看来 他小子是跑到这里了 这次我得赶紧把他带回警局 跟警察说一声 终于找到你了吧 我劝你赶紧跟我回警察局 和警察解释清楚 解释个屁呀 我才不跟你回去呢 他隔屁了 我要回家玩我的游戏去了